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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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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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是恨入一切的假道 恨入一切的假道 这句话是记载在刚才所读的《圣经》104节 就是最后一节 恨恶一切的讲道 我们在基督徒的这种追求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常常被教导成为一个好良善的人 一个有爱的人 一个有饶恕的人 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去恨的人 但是圣经其实是教导我们去恨 104节 我借助你的训词 所以我恨 有没有注意 我恨一切的讲道 我刚才都说了 我们都被教导为一个不懂得恨的人 当然我们应该不要恨 不要恨人 不要恨弟兄姐妹 但是这里教导我们要恨那些假的东西 那些虚假的东西 假如我们不懂得恨那些虚假的东西 对虚假的事情没有反应的话呢 是好危险的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不想大家是怎么要去面对虚假的 在过去的生活里面 一定会遇到虚假的东西 现在好像假的东西好多 所以我们都习惯了 看到假的东西都有不同的态度 不同的办法处处理的 是不是 你是怎么处理假东西的呢 有些人就不管 不要管 因为我管也管不了 所以就不要管了 这个是有些人需要处理假的那种态度 有些人呢 他也是差不多 这个就算管也管不了 就是尽量用我们的机会 好像在vechat 在youtube的地方 我们就会说明真理 说明它 就比较正面一点 而不是不管 不理会 乃是说明真理 这个是有进步了 有些人是这样的 那有些人呢 他说 虽然我不能够改变真相 不能够说明那个事情 但最少在我自己呢 我应该少住我自己的本分 我少住真相 有一天我会把真相说明出来 这是守住真相 但诗人呢 他说 我恨 我恨 他恨一切的假道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 假的东西呢 假如你不恨他 不等于他不存在 他还是会愚弄人 会影响人 会破坏人 所以呢 所以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思想啊 关于这个处理 怎么处理那些假的东西 我在说你不处理会很有问题 假如我们很多人去都看过牙医了 我们有时候去到牙医里面呢 就跟这个牙医啊 照了那个X-ray X-光就告诉我们 你有蛀牙 你有蛀蛀 蛀牙 然后呢 你会怎么办呢 你要 你要处理啊 是不是 你不要当他不存在啊 我不理他 我不管他 不能够的 因为呢 假如蛀牙不处理的话 他就会蛀坏你的牙 有一天呢 你整个牙齿都没有了 那我也认识一位牧师啊 他离开世界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的牙齿有问题 牙根 就进到一个地步了 他是救不了的 所以呢 蛀牙你不能够不处理的 好像假的东西呢 你不处理的话 会成为你的家庭 你的人格 你跟人的关系 你的人生 那讲究都被破坏掉了 你就失去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因为有假的东西 人家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是假的 他就说就是不信任你了 所以呢 这个要处理的 我自己觉得这个好需要 因为假如你不恨那些不好的东西 假如你不恨那些假的东西 但是你荣耀它存在的话 你也不能够去 你很难去爱 因为你没有力量去爱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处理的 那怎么处理呢 怎么来面对呢 我觉得有些人 他的那种恨 恨有好多种的 有些人他是专门来处理一些处理人的人事 他不懂得去处理真理 他不懂得分辨 所以他就不懂得去恨 有时候恨错了 应该恨的不恨 不应该恨的恨 我们怎么来处理那些我们的恨的情感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学会来的 不是学会来的 是从你的经验而来的 从你对真理的认识而来的 你知道有一种恨是被训练出来的 这个不好 你知道有些父母也不懂得去叫孩子去恨 因为为什么呢 他要孩子保护自己 你同学打你 你同学什么样 你就会你要打他 你要对抗他 这个是斗争 要懂得去斗争 不懂得斗争 你就输了 所以有些父母为了善意 为了保护孩子 就叫他恨 那个字 你可能保护了他 但是你同时破坏了他 你想到一生都带个恨来生活的话 他怎么会快乐呢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 你知道训练兵 这个士兵 他就是叫他恨的 你知道吗 无缘无故的就要恨 明明他的敌人很好的 他都会叫他恨 你一定要恨 否则你就没有力量了 这个是国家训练军队的时候了 训练那些战狼 他就要恨 要有些假想的敌人 讲到那个敌人 就坏得不得了 然后呢 那个敌人其实不存在 不过呢 他不需要教导他恨 他恨了他才会去攻击 他才会去打仗 这个不是对的 我们当然最根本来说 我们根本就不喜欢打仗 打仗呢 这个生命的选择太严重了 但是呢 这个是叫出来的 训练出来的恨 不对的 那怎么样会产生恨呢 正确的恨呢 很多时候从你的经验来来 你有没有试过被骗呢 一定要很多人试过被骗 当你经过被骗的时候 你就懂得去恨那些假的东西 我最近一两年呢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以前好像没有太多这种事情发生的 最近一两年呢 好像我自己遇到两次啊 受到那个假的钞票 我拿一百块钱去 我从来没有想过了 我会拿到那个假的钞票拿回来 结果呢 那个餐馆呢 就交给我一些钱 那里面呢 就有像假的钞票 我也不知道是假的 我就没有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了 等到呢 我后来呢 我又到去另外餐馆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拿那个钞票五十块 那个钞票拿出来 去付钱 然后后来那个 那个 就 很有礼貌 幸亏她很有礼貌 否则我就很难看了 用假钞票 我觉得真是 真是太糟糕了 她就很有礼貌地告诉我 我听这个是假的 我看看 真的流行一下 真的 好像真的不同啊 后来我就拿这个钞票 回到那个餐馆里面了 去告诉她 她就当然会承认了 所以我师父就好恨了 她说我从今以后 不去那个餐馆去吃饭了 因为餐馆的人没有道理 不知道什么是假钞票的 假如你是餐馆的老板 你不懂得分辨真假的 你又亏好多了 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 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你还是要结在中间 来找给你的客人 这是不道德 所以我师父就好恨 我是比较少恨 不过她 我是过得去就算了 这个世界反正都是很多 很多假钞票 有人说 其实假人比假钞票更多 所以你看太多的假人的话 假的人 你就不介意 有得那个钞票是小事情 所以我还是帮她去那个餐馆买东西 师父就好 我觉得是对的 她有这个恨是对的 因为你明明知道是假的 你还要给你的客人 那我第二次 我也是不经意的 聊一下二十块的假钞票 那假钞票呢 怎么是假的呢 我发觉了 这个师父有一次 我的钱都弄失掉了 用水 就发觉了 这个水之后呢 都变成绿色了 绿色了二十块 我觉得有问题 我一定有问题的 我就问那个 问那个 我们书局的同工 这个是不是假钞票 她一可能很快就告诉我 这是假的 然后我就送给你了 放在那个书局 书局里面说这是假钞票 所以呢 怎么是恨呢 你曾经被骗过了 你吃过亏了 你就懂得是真的恨 我们恨那些欺骗感情的人 是不是 我们恨那些曾经做假的人 尤其是叫我们选师父的人 那诗人呢 做诗的人呢 他怎么 他的恨呢 是因为真道带给他美好的祝福 真道就是圣经的话 带给他人生的祝福 但是呢 假道呢 却把那些祝福 骗走了 所以呢 他的选事好大 所以呢 他就产生过说 我恨一切的假道 假了 真的假的东西呢 没有分等级的 这是一级的假 这是头等的假 这是三等的假 没有这样分别的 假就是假 假照片就是假 他没有假一半的 没有假三分一的 所以他说 我恨一切的假道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恨的发生呢 为什么有些人没有恨的 这种恨意的产生呢 是因为有些人呢 他根本身就是麻木的 他对于真道没有经验 他不明白真道的意思是什么 他没有尝过真道对他生命的那种影响 那种甘甜 那种美好是什么 所以他没有这种爱物真理的那种情感 所以他对假道也没有什么反应 你看到 你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真真假假也没有关系啦 尤其是有些假的好真的 我们基督徒真的好假的 我们明明是相信真道的 那是好像让人看到假的感觉 他真的有一个开电影 开一个地方 娱乐什么 开教会 那个牧师啊 他就觉得好奇怪 他的教会打开门了 不是好多人去啊 今天都是这样啊 这个教会 不是好多人去的 但是他对面 做那种娱乐场所啊 到好多人去啊 他们讲的话 做的事啊 这种表演啊 就让好多人去看的 那个牧师的传道人就好不明白 就问起了一个人啊 为什么我们那么人少 对面呢 就明明是表演的 演细了啊 为什么呢 又那么多人去呢 那个人就对牧师说很简单啊 他们是假的 但是假的好真 表演的好比真 你们是真的 但是真的好像假的 所以就不来了 就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呢 我们很多基督徒呢 他没有去好好去恨不真大 恨不假道 因为他不想了什么是真的 他没有好好去尝过 这个圣经给他的那种甘甜 那种感动 那种的指引 那种的宝物 他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他就没有了 不过呢 世人他有 他说我爱慕啊 神的律法 那种律法呢 让我们觉得好甘甜 这种呢 所以很多人读圣经啊 可以整天读的 因为他越读越甘甜 有些人呢 读了几分钟呢 就打开死了 因为他没有那种感觉 他没有那种感觉呢 他也不懂得去恨 所以呢 我们不懂得恨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不会因为 所以要懂得去分辨真假 远被那个 假道的混乱 伤害 你就要 必须要安慕真理 假的东西很多时候 都成为好大的伤害 不要让假的东西存留 比如在分音里面 千万不要有假的东西存留 因为那些假的东西会伤害 你知道好多的家庭啊 好多的夫妻不能够信任 不能够信任 是因为他发觉对方有不诚实 有不诚实 有假的情况存在啊 他就会慢慢的一见一见 就怀疑 不断的怀疑 好多的分音的破坏 最初是因为有怀疑出现 为什么有怀疑出现呢 因为有假的东西存在 所以呢 要注意啊 这个假的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 啊 啊 好像那个鞋子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煞 你不去对付它 不去处理它的话 那它就很容易 走得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它就会弄弄坏啊 你的你的脚啊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啊 啊 很多时候我们错不要紧的 有做错不要紧的 但是要对付 要拿走那些假的东西 要坦白啊 坦白很不一样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 好了 所以呢 啊 你要去恨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爱 啊 好像我刚才讲啊 啊 假如你根本不注重你夫妻的感情的 你就不会注重 这个假的东西的存在啊 啊 因为你就让它存在 但是你注重你的肥子的关系的话呢 你就会啊 很小心 把一点点的假的东西都会拿走 好 在圣经里面呢 啊 还有呢 就是啊 讲到 从九十八到一百节啊 啊 有提到 诗人啊 有做过一个很详细的比较啊 比较 在比较之下呢 他发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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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假道的人呢 啊 会失去好多啊 等一下啦 我先把它点出来 啊 那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 他有这种的结论啊 啊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啊 啊 接受假道的人呢 会失去智慧的 啊 会变得啊 好愚蠢的啊 啊 第一 那第二呢 接受假道的人呢 呢 会失去他的通达啊 啊 通达就是 他好聪明 一点就明的那种 因为他失去了通达 所以呢 他生活就充满了阻碍 啊 啊 好不通顺 第三呢 啊 接受假道的人呢 会无法真正的体验人生 有好多的挫折的出现啊 那圣经怎么说呢 啊 啊 这里呢 啊 啊 第九十八节 他说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被仇敌有滋味 啊 注意有一个被 啊 比较的比 啊 比较 神的话存在我的心里 让我比仇敌更有滋味 啊 你知道吗 啊 啊 你不需要 啊 比啊 你不需要好聪明的啊 啊 不过呢 你比你的仇敌一聪明一点 你比他 技高一层的话呢 你就可以免于仇敌的攻击了 是不是 因为你看 你比他有滋味 那个 也好重要啊 啊 啊 我觉得呢 这个是啊 你有智慧的话呢 你比他有智慧 你就看透 看清楚 他的攻击 他的策略 他的 他的问题在哪里 啊 所以呢 神的话语 啊 使我比仇敌 要智慧 这是好重要的啊 啊 很多时候呢 都是差一点点 你高啊 啊 比他高一点呢 你就看清楚一点 啊 啊 这个第二个比呢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啊 啊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啊 啊 一个正常的情况是 应该比师父更通达 为什么呢 师父是会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叫我 啊 啊 啊 我现在呢 是 我工作了四十年之后呢 我就开启那个宣教士学院 嗯 嗯 然后呢 我开始这个宣教士学院呢 我就有个决定啊 啊 我一定要把我所学的东西都叫我的学生啊 啊 这是一个老师的天级啊 啊 所以呢 我尽我所能的都都都都叫班出来了啊 所以呢 我的学生呢 他假如能够好好的吸收的话呢 他一定被我干通达的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传给他们 还有呢 他被老 被师父更通达了 是因为他们还在这个 师父是从零到一百 啊 那师父他把一百都给他了 啊 他就从一百零一开始了 所以他一定被师父更通达了 啊 这个这个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啊 啊 啊 所以呢 啊 假如你用心来去 啊 啊 思想神的法度了 你就会成为一个通达人啊 啊 通达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就通 什么都想通了 啊 你知道很多人呢 他就会说 啊 我想通了 想通了就明白了 是不是 想通了就可以过了 啊 想不通了就停在一个地方 好多人呢 想不通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一生都落在一种愁苦里面 一种不甘心里面 因为没有想通啊 啊 所以呢 通达是好重要的啊 啊 你读神的话你就能够通达啊 啊 还有第一百节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啊 啊 我比我的年老更明白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他说我年老会明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啊 年老的人啊 啊 经一世 长一智 就是 你经过一件痛苦 失败 困难 啊 你就学会一样东西啊 经一世 长一智 所以你年纪越老呢 就有人说了 一江越老越老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会 你的人生呢 经历到老年 经历到一个地步呢 他就会明白了 啊 但是呢 老而不患也有 啊 很多人呢 很老都不明白的也有 但是一般来说了 经历过失败 痛苦 错觉 困难的人呢 他就明白了 啊 以前呢 呃 有人这样 有人这样了 他是拼命年轻的时候 拼命赚钱 拼命赚钱 但发觉了 后来他一招一煞之间 所有钱都在种种不同的原因呢 都失掉了 他就发觉了 明白了 钱并不是那么可靠的 除了钱之外 他还要抓住其他的东西 他不是说 啊 我没老了 我就不用钱 不是这个意思 是明白 啊 明白 啊 单单靠钱是不够 啊 这个好重要 你不要说 没钱没有用啊 你假如你说 钱没有用的话 当地你不明白了 啊 没钱是有用的 但是你不能够单单来靠啊 啊 抓住那个钱 你人生还有好多重要的东西 好像人的关系 你需要做一个比较啊 啊 究竟什么是最重要啊 啊 你就明白了 不明白了 也有困 也有问题 所以呢 啊 当他比较来说 他发觉 当他守住 因为我熟了你的训词 当他发觉他守住神的话语呢 他就会连老人更明白 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老人是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错觉 痛苦 他才能够明白 他才能够明白 但你假如你守住了神的训词 你就可以不需要经过那种失败 那种错觉 那种痛苦了 明白吗 很多的痛苦都是白白受的 因为唱歌的首歌啊 我们在主的恩做恩典做全球 因为好多的痛苦了 都是不需要经过的 经过是因为你不明白 你明白你就不需要不经过了 这个好重要啊 神的话语 你守住神的话语 让你可以比连老人更明白 比连老人更明白的意思就是 你不需要经过失败 不经不需要经过痛苦错觉 然后你明白 我希望大家能够听明白我这一点 好多的经验也不需要经过的 你淡淡淡淡淡的 简简单单的 守住神的话语 你就可以不需要受那么多痛苦了 我听过一个小故事 讲到一个年轻人的小孩子 他的爸爸觉得他在旁边走来走去好烦 所以就给他功课 你做好一个功课 我讲你是什么 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 要打发孩子 现在就给他看iPad 听说iPad不是那么好 以前的人要打发孩子 叫他安安静静 就给他做些事情 给他些长力 那个爸爸就是这样 他就把一张海报 把他捡税 然后呢就告诉 那个儿子 这个是美国的地图 那爸爸就去做事了 以为要等好久啊 这个小孩子啊 就讲你这些什么东西 那个小孩子呢 就绝受这个功课了 就给他来做世界地图了 好像今天的帕首啊 今天那个帕首啊 今天那个帕首就这样啊 就是这个美国的地图 那爸爸就去做事了 以为要等好久,那个小孩子才会把那个美国的地图 把它弄齐齐整整地来做出来 结果不到几分钟 那个儿子就把那个美国的地图都告诉爸爸 你看,我们都都好了 爸爸觉得孩子也不像天才儿童 那么快就把美国的地图做好了 就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快 那个儿子觉得好简单 他就告诉爸爸,他就把每一个地图都反过来 反过来,原来是一个好简单 是耶稣的那个图像 你知道,耶稣的图像 他说,就是我把耶稣的图像弄好 然后反过来,就是美国的地图了 原来就是那么简单 这个也是一样,跟刚才所讲的一样 假如你好简单的来遵守神的诫命 你的人生,好复杂的人生 就是你不明白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好复杂的 你就把它变得好简单 然后你就明白 你就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挫折 太多的痛苦,太多的问题 才学到功课 有些人是不需要 因为他,但不好评他 我好感恩 因为我16岁了,我就信主了 转眼来,我信了六十年 七十六了 而六十年了,我就发觉我的道路是买简单 老是正在用几句话就这样讲出来了 我16岁了,这个时候是1973、1974年 我信主 然后呢,1969年 我都进到神学院里面了 然后1973年我就毕神学毕业了 1974年就结婚了 1974年就来美国 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传道、做牧师 然后呢,1982年就开启脚胜 开启脚胜了四十年了 又过去了 很快就过了六十年 我好感人啊 我的好事很简单 所以呢,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我遵守了神的训词 我觉得奉献给神 把自己的人生、生命交托给上帝 那是最好的 所以当他护教我的时候 我说,神好,我愿意 那就一生就过了,第二过了 到现在呢,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私人说我比老人更明白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认为少了你的训词 所以呢,这里 接受教道的人失去好多 因为他失去了智慧,变得愚作 失去了通达,生活充满了阻碍 无法体会人生 他需要经过好多的痛苦、学习才能够体会 所以不要小看假的东西 诗人能够恨那个假道 因为他看到假道的影响、破坏 然后也看到神的真理的那种恩典 好,下面 下面呢,就是你越知道真的美好 就越恨 就越恨,插了一个字啊 假的事啊 101节到103节是这样说的 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 我请大家注意 禁止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请大家注意 我没有偏离你的点章 没有偏离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 在我上堂何等干美 在我口中被蜜干甜 这是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真道 渴慕真道的美好 因为他渴慕真道 明白真道 所以他就能够静止 这个好重要 今天呢 人不是不明白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有些人明明知道是错路的 是不好的 是破坏你的家庭的 是破坏你的分离的 破坏一个人的关系的 但是他不能够静止自己 有没有看到这种人 明明知道不好的 但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静止自己 所以这种静止 在人生里面非常重要 有些时候 我附导一些失败的分音 我都发觉有些情况 并不是他们不知道 有第三种不好 他并不是不知道 这个会破坏他的分音 但是他们无能为力 是不是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耶稣啊 他叫我们主导文 我们每次都会练主导文 是不是 有一句话 请大家特别注意的 耶稣怎么教导门徒来祷告呢 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为什么不要遇见呢 你遇见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 最好遇都不要遇见 我听说过 这听说过 不想说是真的 有个人有个分外情 因为他在飞机上 就遇到他的旧情人 以前的旧情人 他本来没有这种 要破坏分音那种准备的 不过呢 又遇见了 糟糕了 就刚才同一个飞机 又遇见 所以呢 分音就被破坏了 所以呢 为什么遇见呢 是那么危险呢 因为人缺少一种的力量 去禁止自己不去犯觉 但是你怎么可以禁止呢 他说我禁止我的脚 找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你对神的话的确定 敬重 肯定 爱慕 这种的心情 会帮助你 有力量 去禁止 所有的那种 人生里面的危险 所以这个好重要啊 要爱慕神的话 我不想要弟兄姐妹 有没有每天 要读神的话的呢 这个好重要啊 好多弟兄姐妹啊 都是礼拜天不一试的 这个不够了 我自己呢 我自己呢 都知道我的软弱的 有时候会懒惰的 传当人物时都会懒惰的 所以呢 我就决定了 我就跟弟兄姐妹一同 一同来读圣经 所以我们呢 我自从 从China Town的office 搬到 搬到Queens来 以前的Travel 每天要两三个小时的 所以我搬到这个 这个使命中心之后 我就开始了 清晨不养 一方面我不养弟兄姐妹 一方面呢 我也可以来读圣经 好好的读圣经 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读 我有时候忘了 起床呢 我就把我的 那个手机 这个Alarm 就放到 六点半 五点半 五点四十分呢 我两个时间的 我有时候五点半起来 不想起来了 多睡十分钟 第二个四十分钟都起来了 这是要勉强自己的 所以呢 我就那么多年了 从2007年到现在 十几年了 那我发觉了 这个是必须要敬重神的话语 你对神的话语 敬重 你遵守祂的话 祂就守住你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你爱慕神的话 祂就让你痛打 就让你能够保护自己 所以啊 你不读神的话 好危险 所以 教会有没有读神的话的时间 应该有啊 这个余传道点头了 我们要立定实质 是不单单读神的话 为了认识这个信仰 你读神的话 是为了能够分辨 什么是假的东西 什么是真的东西 你就不会受骗了 你今天的生活 想得出什么问题 是因为 你最近最根本的事情上 你没有好好地来读神的话 这个还有 我没有偏离 你的点赞 我刚才说了 没有偏离 好重要啊 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插之好离 帽子千里 一点点偏差就好厉害啊 有些人啊 他以为一点点不要紧啊 不要紧啊 不要紧啊 到的好都不要紧的时候 就越久越远 越久越远 围不了头 都有 求神帮就我们不要偏离 不偏离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有分辨的智慧 哦 这是偏离的 这是正确的 所以啊 神的话语呢 神的点赞呢 是帮助我们分辨 什么事 骗你了 你就立刻 就回头 你知道好多时候呢 我们坐飞机 最近我是从去北加州 我们大概有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的那个飞机 我们坐在飞机上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很快 就从JFK 飞机场起飞 然后就去到那个 山凡市的飞墙 下飞机 那个跑道不是很宽的啊 还是 还是有一定的宽度 你发觉哎 那好准确啊 这个飞机好像 向上来降得非常好啊 但你不知道 在这个航线上啊 遇到好多不同的情况的 有高 有低 有气流 有会偏离那个航道啊 但是怎么可以不偏离呢 因为有一个雷达啊 有一个指引的方向的 他就会常常是校正的那条航道 所以呢 圣经呢 就有这个作用 帮助你 走偏啊 就围到那个航道 所以啊 我我我我希望啊 弟兄姐妹 真的保持参加聚会的那种习惯 不要让他们习惯不好 习惯是好的啊 你无论怎么样 都守住你每天的聚会 不单来聚会啊 来守住聚会 还要守住好好来听神的话语 我看见大家都好留心的 这个是对了 有些人啊 人在心不在的 这个 但是你来到这里了 要留心神的话 圣经这个雅各书真是这样说 我忘记是雅各式的斯巴勒 应该是朝在斯巴勒书吧 他说我们若敬重神的道理 就不会随流逝去啊 应该是斯巴勒书第二讲 我们越敬重神的话语 我们就不会随流逝去啊 世界上好多潮流 会引导我们走错路的啊 就敬重神的话啊 不骗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甜蜜 在我口中被蜜干甜啊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尝到啊 这样的一个 一种干甜啊 你为什么会常常会喜欢吃那个东西呢 因为那个东西好吃啊 你不用人教训了 因为你喜欢他 这个斯人他喜欢神的道 最后啦 104啊 我借着你的训职等于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最后啦 我想特别 请大家注意那个恨 千万在你的信仰里面呢 又没有爱又没有恨那种不好 刚才我们主席祷告的时候啦 他引导我们来祷告 我们要爱主所爱的 恨主所恨 我们要懂得爱是什么 也要懂得恨是什么 因为恨才有力量 你没有恨你没有力量 爱是主力量 恨也有种力量 但是你要恨的对 应该恨就有恨 不应该恨就有恨 是人以恨去违应虚假 因为撒但不当于假 不当于假乱真 而且让人觉得假的真的好 这才是最糟糕 人的时候 真的有人这样说啊 有没有听过 他说他的丈夫不爱他 他甚至这样说 他是假爱也好 总之他要表达他对我的爱心 就说是假的我也接受 有没有听过 假的不要信了 很可怕的 假的就是假的 这怎么会接受呢 但是要注意 我们要分清楚 所以要以强烈的恨去违应 你有恨这个假的东西 你才会避免他的那种破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真的不懂得 不懂得 不懂得恨 我的意思是不懂得去恨 那些当恨的东西 假如你看到罪破坏你的家庭 你应该是要恨你的罪 他假如你看到罪破坏你的人格 你应该是恨他 就是当作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感情 我们写第一条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去下了自己的话语 虽然我们的人生 我们缺少了一种 对恶的恨的勇气 我们常常都选择不去理会 我们常常都选择陶贝 当然求主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有熟天的智慧 也被你的话语所教导 你知道我们真的懂得去恨 那些应该恨 去爱 那些应该爱 就让这些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 人生的动力 也去绵于痛苦的那个原因 主愿你随定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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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唱 董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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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愿化妆 今江湖无心上 愿主愿郎 主在世恩作前 为我祈求 我心心碎满落 望主佛有 祝我悲伤世间 见诸苗爱穿揚 今江湖无歌唱 愿主愿郎 今江湖无歌唱 愿主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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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面对佛神 愿郎 愿主愿郎 直到永世如今 永恆祝愿望 大家请坐 感谢神 感谢老牧师